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 硝烟一行四人在和苏千大长老等人告别后 踏上了前往中州的路途 想要去中州,需要先到达一座名为天涯城的城市 然后在那里乘坐空间重动前往中州 在前往天涯城的路上 新兰为硝烟等人普及了一下中州名面上的势力 也就是一殿一塔,二宗三谷四方阁 一殿一塔就是魂殿和丹塔 二宗则是天明宗和花宗 三谷则是冰河谷、鹰谷以及焚岩谷 四方阁分别是星云阁、万剑阁、黄泉阁和风雷阁 硝烟到达天涯城时 才知道天涯城的空间重动正好除了问题暂时关闭 掌控空间重动的罗家老祖正广要斗宗强者一起对他进行维修 硝烟从守城的人那里得知维修时间不定后 便带着小一线三人在城中住了下来 另一天,硝烟四人直奔城中心想要打探消息 四人走在大街上却遇上了一个当街纵马的红衣女子 原本硝烟想要避开 但听到红衣女子说好狗不挡道后便停住了脚步 硝烟十分不喜这种性格骄横的女子 而那名红衣女子看硝烟四人竟敢挡自己的路 直接一边朝着硝烟的脑袋而去 硝烟手掌随便一握将皮鞭抓入手中 直接将红衣女子扯下了马 跌坐在地的红衣女子愤怒的破口大骂 便命令身边的下人将硝烟给杀了 红衣女子身边带的是两名五星左右的痘黄 他们自然能看出硝烟小小年纪 气息就比自己还要强上一些 所以并没有一上来追对硝烟动手 反而觉得自小小姐只是顽皮了一些 硝烟不该如此对待她 身后的红衣女子并不知道硝烟的实力 还在一旁对她出言不逊 惹得硝烟身旁的小一仙 直接一巴掌糊了上去 并警告她再骂一句就杀了她 红衣女子在天涯城一向无法无天 被打之后愤怒到了极点 她从那界中取出她爷爷给她的心血玉佩 狠狠摔碎 嘴里还说着十分恶毒的话 硝烟实在看不惯这种人 小一仙便再次上场 又胡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刚落 罗家老祖便带着不少家族强者出现 红衣女子上前向她爷爷告状 而面对罗家众多强者的小一仙也丝毫不惧 直接上前一步 释放出一股丝毫不逊色于罗家老祖的气势 感受到小一仙的气势后 罗家老祖也知道自家孙女这次踢到了铁板 当即就向小一仙挤人道歉 便让人将孙女带下去好好管教 试了之后 罗家老祖便想要请小一仙出手 帮助修复空间虫洞 原本没有之前的事 帮帮忙也就算了 毕竟天涯城方圆千里之内 只有这一处空间虫洞 但有了前面的事情 萧嫣毫不客气地向她索要报仇 罗家已贩卖魔盒出名 为了让小一仙出手 便表示愿意出一枚七阶魔盒当作报仇 萧嫣提出想要七阶天毒蟹荣兽的魔盒 但天毒蟹荣兽属于远古异兽 魔盒非常难得到 罗家只有六阶的 没有七阶的 虽然只是六阶的天毒蟹荣兽魔盒 但萧嫣和小一仙也算是比较满意了 万一最终没有找到七阶天毒蟹荣兽的魔盒 这也会是小一仙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小一仙的帮助下 空间虫洞很快就修复好了 但刚刚维修好的空间虫洞还不怎么稳定 罗家老祖建议萧嫣等人再多等一段时间 不过萧嫣急着赶路 在空间虫洞修复好之后 便乘坐罗家送的空间船前往中洲 空间船在空间虫洞中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只要20天左右就可以抵达中洲 在船行舍了16天的时候 船身的稳定却被突然打破 空间虫洞虽然修复好了 但另一边的空间壁却没有完全修复好 由空间之力凝聚而成的两边通道都淡化了许多 空间壁的淡化很容易引起空间风暴 若是被风暴扯进虚无空间 除非是斗尊强者否则很难逃生 在新兰解释完后 小异仙用斗器将整个船身包裹 飞速前进 这这么提心吊胆到最后一天 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一个油弹银色的空间之力 形成的风暴将通道堵死 萧嫣等人只能强行从风暴中冲出去 好在他们已经离出口不远了 只要冲到出口处 就可以脱离空间风暴 小异仙护住船身 萧嫣则将船的速度开启到最大化 紫嫣也使用密法将自己的实力提升至巅峰 他凝聚出一头受魂抵御空间风暴中的死扯力 有紫嫣的帮助 小异仙的压力也小了不少 这在他们几人咬牙坚持时 幸兰看到了空间虫洞的出口 但此时一股异常的空间之力 狠狠地撞击在船身上 如果不是小异仙拼命维持 空间船恐怕当场就破碎了 在空间风暴恐怖的吸力下 空间船的速度迅速地慢了下来 萧嫣很清楚 空间船一旦被拖进后方的空间风暴 他们一行四人都别想逃生 萧嫣将碧绿色的斗器疯狂灌入船体 让船的速度加快 但速度刚加快 风暴中的吸力也暴涨了许多 双眼赤红的萧嫣让紫嫣掌控船的速度 自己则是直接飞到了船尾的位置 将空间船直接推了出去 萧嫣将空间船推出通道后 自己也拼命地煽动古意逃命 但就在他接近通道出口时 一道空间之力打在了出口上 萧嫣虽然在最后一刻撞进了通道出口 但因为这道空间之力导致出口偏离了方向 萧嫣被传送到了大漠上 而小一仙三人在出口处发现空间通道出了问题 又没有等到萧嫣 便决定先行前往丹狱 不管萧嫣被传送到了什么地方 他最终一定会去丹狱 到时候他们几人在丹狱会合就好 而此时身受重伤的萧嫣也终于醒了过来 萧嫣的身体被空间之力狠狠地摧残了一遍 在被传送到这里之后 萧嫣犹如尸体一般躺了整整一天 缓缓地吸收天地能量 才有力气拿出一枚丹药送进嘴里 但在吞服丹药之后 萧嫣再次昏迷了过去 身受重伤又昏迷的萧嫣 再次醒来是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 在大漠上将萧嫣救下来的人名为韩冲 韩冲是天北城韩家的一名指示 韩家的车队这次正好有任务 从北荒漠路过 碰上了昏迷的萧嫣 萧嫣向韩冲打听到 他们现在是在中州的北域 离中州中心区域的单塔距离很遥远 就算是乘坐空间虫洞也要多次转程 好在距离单塔的单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萧嫣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疗伤 恢复实力 等到萧嫣有力气爬起来下车走路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之后了 这一次受的伤是萧嫣这么多年以来最严重的 好在伤的只是肉体 她的灵魂力量并未受损 萧嫣下车的时候 韩家的车队正准备扎营休息 车队的效率很高 萧嫣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并没有干什么活 而是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就在萧嫣坐着休息的时候 一名清冷美女从车队中间紧闭的马车上下来了 看着这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三星斗王的美女 萧嫣总感觉她看起来有点眼熟 萧嫣能肯定这是自己第一次见她 出于礼貌萧嫣想要站起来和她打招呼 不过萧嫣的身体很不给力 虚弱到连站得站不起来 这名女子名叫韩雪 她见萧嫣如此虚弱 给了萧嫣一瓶疗伤药 韩雪告诉萧嫣 韩家的车队不养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 她希望下次萧嫣哪怕就是放个栅栏 也不要坐着不干事 韩雪让萧嫣好好表现 到了天北城可以让她加入韩家护卫队 还告诉她明天会路过妖蛇下莽的地盘 让萧嫣好好躲着不要出来 晚上萧嫣从韩冲那里得知 他们明天会经过万蛇峡 而那里是一头吃过妖化丹的六阶魔兽 妖蛇下莽的地盘 下莽实力刚刚达到窦黄 但她可以控制万蛇峡所有四节以下的毒蛇 所以就连一些窦黄巅峰的强者也不想跟她纠缠 经过万蛇峡的商队 每次都要缴纳不少过路费才能顺利通过 如果只是要裁 韩冲还不是特别担心 最主要的是 下莽这条蛇 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跟畜生一样发情 所以整个车队在经过万蛇峡的时候 都十分小心翼翼 害怕惊动下莽 但就在即将经过峡谷的时候 下莽带着无数巨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下莽在树下寒家的过路费后 还要求他们将韩雪留下 就在双方即将动手的时候 靠近车队的毒蛇全都化为一团火球 瞬间被烧成了一堆灰烬 这诡异的一幕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但下莽不甘心让韩雪这种极品货色 就此离开 再次命令手下发动攻击 却依旧瞬间化为灰烬 消炎隐藏身份 用苍老的声音告诉下莽 是心内不滚之死 下莽面上硬核 却依旧想要将寒雪掳走 不过却在靠近寒雪的时候 胸膛处被一股无形的能量撞击爆炸开来 下莽被这股灵魂力量震退后 终于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 他立刻掉头 狼狈地逃进了山林之中 下莽跑了 韩家车队的危机也终于过去了 虽然消炎一直隐藏身份 只用了灵魂力量并未露面 却依旧让韩雪起了怀疑 甚至韩雪还试探过消炎 不过却什么都没发现 顺利离开万蛇峡之后 还有六天的路程就可以抵达天北城 六天的时间也足够让消炎的伤势痊愈一大半 而在这六天的修炼中 消炎惊喜地发现 在经过空间风暴的摧残后 自己的斗气中 蕴含着一丝只有斗宗级别 才能操控的空间之力 韩家车队在即将进入天北城地狱的时候 再次遭到拦截 拦截他们的是天北城实力最强的洪家 洪家一直都想要吞并韩家 成为天北城真正的霸主 洪家年轻一辈中 最杰出的红尘更是出自风雷阁 而这次他们之所以拦截韩家车队 是想要抓走韩雪威胁韩家 好让韩家姐妹俩一起嫁给红尘 借此一举吞并韩家 为了抓走韩雪 洪家派出了两名四星斗黄左右的长老出马 不过有硝烟在 洪家的算盘明显是打不响的 硝烟从洪家长老手下救下韩雪之后 没有再隐藏自己高手的身份 欠人人情 硝烟今天自然是要保韩家车队平安的 他让洪家长老离开 毕竟以他们的实力 是不可能在他面前抓走任何人的 随后硝烟让韩雪和车队跟着他走 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硝烟 韩雪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底气和安全感 洪家长老当然不可能让硝烟带走韩雪 但当他带来的人靠近韩家车队的时候 硝烟仅仅是将手掌轻轻一握 洪家的人就停顿在原地 身体全都变得火红 鲜血狂喷倒地不起 洪家两位长老健壮 亲自朝着硝烟动手 硝烟十分轻松地 就将他们俩的合力一击吞噬掉 随后袖袍一挥 被绿色的火焰直接向他们打伤 眼看打不赢硝烟 洪家两位长老就想跑 但却直接被硝烟抓住 丢给了韩家的人处置 硝烟高手的身份一揭开 就被安排和韩雪一个车厢 韩雪得知硝烟到了天北城之后 就要离开 想要请硝烟帮个忙 硝烟知道他指的是韩家和洪家的事 面对韩雪的恳求 硝烟觉得十分头痛 因为他并不想搅进两家的事情中 以他目前的实力 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和洪家 以及凤雷阁抗衡 韩雪见硝烟不愿意插手 不仅许诺丰厚的报仇 还说愿意成为硝烟的侍妾 只求硝烟出手相帮 韩雪的话把硝烟吓得够呛 赶紧拒绝他想当侍妾的想法 再丢下一句自己会考虑帮忙之后 硝烟火速逃出了这个车厢 即将到达天北城的时候 硝烟偷偷的塞了一枚丹药给韩冲 这枚丹药可以让在斗林巅峰多年的韩冲 多一些成功率突破到斗王 韩家车队很快就与钱来接应他们的人会合 硝烟本想偷偷的溜走 但却被一直紧盯着他的韩雪叫住 无奈的硝烟只能答应留下来看看 不过他也让韩雪不要对自己抱太大的期望 硝烟跟随韩雪等人前往韩家的时候 红家的人也在红尘的带领下 给韩家下最后通牒 红尘前不久正式成为了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 所以今日才赶前来撒野 要求韩家将姐妹俩都嫁给他 红家让韩家三日之后 在同辈中找出能够打败他的人 不论出手的是不是韩家的人 只要打败他 红家十年之内不会再找韩家的麻烦 但若是失败的话 韩家姐妹俩都必须要嫁给他 韩月答应了红尘的要求 但却提出输了的话指他一人嫁与红尘 红尘离开之后韩家的气氛十分低迷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整个天北城中 年轻一辈根本没有人是红尘的对手 但带着萧妍回来的韩雪却说自己有更好的人选 其实萧妍早在进来之后 就认出了韩月这位内院的学姐 韩月看到萧妍 就知道这次韩家的麻烦说不定有了解决的办法 毕竟萧妍当初在内院时 仅仅只是大斗士的实力 就敢和斗皇强者干架 韩月希望萧妍能够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出手相帮 大不了他不计较萧妍 偷偷将她找到的地心脆体乳 取走的事 见萧妍一直沉默不说话 韩月鼓足勇气 告诉萧妍只要能帮韩家度过这次难关 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萧妍见韩月的神情 多嗦了一下 问她难道也要来一句成为她的侍妾 看着满脸通红的韩月 萧妍真的是怕了 她只能无奈地答应韩月自己会尽力 不过虽然萧妍答应了韩月 韩家的人却并不那么相信萧妍 在萧妍与韩家的八星斗黄走了十个回合 人家都抓不到她的衣角后 韩家上下都对萧妍的实力十分幸福 为了能在三天后一巅峰状态 对战风雷北阁内阁弟子红尘 萧妍让韩家为自己提供一些药材来疗伤 在发现萧妍还是一名烈钥匙之后 韩家人对萧妍的态度更加尊重 萧妍这人一向恩怨分明 虽然她并不想一来中州 助与其他势力交恶 但韩雪鱼她有救命之恩 自己又抢过韩月的地心脆体乳 以萧妍的性格 即使得罪洪家 也不会拒绝韩月姐妹俩的请求 萧妍也发现自己的实力在中州不太够用 更何况她还从韩风那里言行拷问到了 要老被关押在中州西域 一座名为名城的魂殿分殿中 那里不光有魂殿护法看守 还有一名斗尊强者的尊老 所以萧妍决定在解决完这件事后 就立刻离开 努力突破到斗尊 到时候再将三千燕烟火吞噬 这样就算遇到斗尘强者 她也有一战之力 三天后 韩月姐妹在萧妍居住的院子里 等她闭关出来 韩月看着自己妹妹冷艳中 又透着一丝妩媚的脸 问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萧妍了 韩月提醒韩雪 萧妍的确很优秀 但她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韩雪下意识地反驳 说自己没有那个意思 却又忍不住问 萧妍喜欢的女孩子是不是很优秀 韩月想起薰儿 苦笑着说她何止是优秀 薰儿的修炼天赋几乎尽腰 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 闭关疗伤的萧妍也出来了 天使台坐落在天北城的正中央 大概有百丈左右 每当天北城的一些势力出现矛盾 又不想开战时 都会选择在天使台上比试 今天萧妍和红尘的比赛也在这上面 天使台周围的座位上 已经坐满了天北城的人 韩家和红家的人相继入场后 红尘十分嚣张的让人赶紧上场 说打完这架 她还要赶回风雷北阁修炼 红尘原以为上场的会是她心心念念的韩月 所以当萧妍上场的时候 她只觉得韩家就是随便找了个替死鬼来 非常嚣张的红尘在动手的时候 让萧妍记住她的名字 还说败在她的手中是萧妍的荣耀 不过很快 萧妍就用实力疯狂打脸红尘 雷属性的红尘率先攻击萧妍 面对红尘的猛烈攻击 萧妍也释放出自己七星斗黄的实力 萧妍的八级崩对上红尘的风雷爪之后 红尘被震退了十几米 而萧妍仅仅只是后退了两步 眼看自己落入下风 红尘气的使出了风雷阁的秘法 雷神降临 使用了秘法的红尘实力达到了九星斗黄 红尘用风雷阁退有的风雷之力将萧妍包裹住 就在她得意洋洋的时候 萧妍很快就用一火将区区风雷之力蒸发掉 而后萧妍也使出了天火三悬变 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窦黄巅峰 面对窦黄巅峰的萧妍 红尘不断使出三千雷洞躲避她的攻击 但对三千雷洞十分熟悉的萧妍 每次都能轻易地找到她的位置 在萧妍全方位的碾压下 红尘终于受伤吐血 愤怒之下 红尘使出了风雷北格格主亲自传说她的斗技 灭雷锤 当灭雷锤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一道由雷电凝聚成的兽爪朝萧妍的脑袋派去 这一爪让周围的空间直接扭曲 萧妍下意识地施展出三千雷洞来躲避这道攻击 萧妍一边闪躲一边双手迅速结印 在使出尸虎碎金银 让雷兽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后 萧妍立刻使出翻海印将雷兽散去 再度受到重创的红尘 看萧妍举起玄重尺朝着她脑袋派过去 急忙喊道我认输 玄重尺在离红尘脑袋 还有半尺距离的时候突然停住 红尘既已认输 这场比试也就结束了 萧妍瞥了一眼败家之犬红尘 转身就走 但萧妍刚转身 趴在地上的红尘却射出一道雷光按键 直接朝着萧妍的后背心而去 这道按键射中的是萧妍的残影 而萧妍本人则是瞬间来到红尘的背后 手按在了她后背心的位置 观战席上的红家家主红利 顿时怒吼要萧妍住手 她身旁风雷阁的长老沈云 也立刻朝萧妍而来 萧妍丝毫不受他们的影响 而是轻轻地在红尘耳边说 这条命是你自己送的 怨不得人 话音刚落 鲜血狂喷的红尘 助被萧妍踢向了赶来的沈云 萧妍并没有杀红尘 但却将红尘体内的筋脉尽数催断 就算治好了也只会是个废人 看着昏迷的红尘 红利说不管萧妍是什么人 红家定要与他不死不休 眼看萧妍被围攻 韩家家主韩迟也坐不住了 韩迟质问红利 红尘已经落败 难道红家要当众反悔 红家人也知道自己不占理 但却依旧厚着脸皮要萧妍性命 萧妍是韩家请来的 韩家自然要立保萧妍 红家对上韩家还需要深思熟虑 可一旁风雷阁的长老沈云却丝毫不拒 他表示现在可以不追究红尘被废的事 但萧妍身怀风雷阁不能外传的顶级身法之一 三千雷洞这一世却不能善了 沈云不管萧妍的三千雷洞是从哪得到的 他只给了萧妍两个选择 一是跟他回风雷北阁 让北阁主处置他 二是沈云将萧妍就地割杀 风雷阁出手 韩家没有那个能力 也不敢为了萧妍得罪他们 萧妍也严明这件事和韩家无关 毕竟他就一个人 打不过可以跑 韩家却不行 萧妍将韩家从这件事撇开之后 直接说想废了他 凭沈云五星斗宗还不到的实力 还不够资格 沈云被萧妍的话激怒 缓缓往前踏了一步 身形直接诡异的消失 场外的韩雪见沈云消失 身形一闪奔向萧妍 韩雪刚出现在萧妍的面前 浮出身形的沈云就给了他一击 好在萧妍动作快将韩雪就走 萧妍刚将韩雪送向韩池 沈云就带着他雷光般的鬼爪 直指萧妍添灵盖 憨痴等人都没想到 沈云一出手就是如此狠辣 韩雪更是被眼前这一幕 吓到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了起来 住在此时 一只通体银色的手臂 与沈云的鬼爪撞击在一起 这一击之下 沈云被撞得急速后退了十几步 才站稳身形 接下沈云这一击的 正是萧妍的第妖魁 经过之前短暂的交手 沈云已经知道 萧妍手中的傀儡实力比他还强 而且傀儡的肉体十分强悍 又感觉不到疼痛 真打起来 沈云很清楚 自己不是这个傀儡的对手 萧妍下令让第妖魁杀了沈云 沈云急忙朝着一旁的红利 说他来拖住傀儡 让红利出手击杀萧妍 只要萧妍一死 傀儡就会自动停止 为了让红利全力以赴的杀了萧妍 沈云还承诺 只要解决了萧妍 这句斗宗级别的傀儡就送给红家 并且为了不让韩家阻拦红利杀萧妍 沈云还宣布有人敢拦的话 就是与风雷格为敌 风雷格势必与他不死不休 红利一想到只要杀了萧妍 就可以得到一具斗宗实力的傀儡 整个人都充满了杀意 红利是一名半只脚踏落了斗宗级别的强者 不过对萧妍而言 只要他不是真正的斗宗 打起来都没什么差别 这在红利凝聚自己的斗气时 与帝妖魁对战的沈云催促他赶紧解决萧妍 此时的沈云在帝妖魁的攻击下 仅仅只有自保能力完全没有办法反击 看到沈云的状况 红利不再拖拉直接朝着萧妍攻击 红利是风属性的强者 面对他的追杀 萧妍在将三千雷洞施展到极致的时候 手上也在迅速融合两种一伙的佛怒火莲 当萧妍手中的火莲逐渐成型时 红利和韩池等人都隐隐感到一丝心悸 而久久追不到萧妍的红利也终于失去了耐心 下令让红家众人将萧妍围住 红家十多名强者围成一个圈将萧妍包围住 红利望着停下来的萧妍 一边往前一边骂骂咧咧的说要将萧妍的双腿砍了 看萧妍还怎么跑 结果他才踏出两步 看到萧妍手中的火莲就直接僵住了 萧妍问红利是不是追的爽了 红利立刻下令要撤 但却晚了 萧妍将手中的火莲留在原地 自己的身形却如鬼魅般消散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让整个天使台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火浪就追上了撤退的红家强者 火浪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天使台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观众席上天北城的人都陷入了寂静 身为天北城的人 他们都知道天使台的坚硬程度 足以承受斗踪强者的攻击 天使台上的这个坑洞 说明硝烟的火莲已经超越了寻常斗踪强者的攻击 寒家的人深吸了一口气后 不由的开始了幸灾乐祸起来 围攻硝烟的十几名强者中 有好几名是斗黄级别的 一下子损失了这么多强者 就算是红家也难以承受 天空中的硝烟望着下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的红家强者 直接手握中尺身形一闪 出现在红家受伤的斗黄强者身边 硝烟二话不说 扬起中尺轰击在这名斗黄强者身上 硝烟这一尺下去 红家的人就算伤好了也会落个残疾 一尺废掉一名斗黄强者后 硝烟直接转身寻找下一个目标 硝烟知道经过今天这件事后 自己和红家已然是不死不休 所以必须要趁他病要他命 只有让红家真正的伤筋动骨 才能断绝自己的一些后顾之忧 等硝烟将红家最后一名强者也废了之后 挣扎着站起身的红利 手指颤抖着指着硝烟 说硝烟敢杀他红家之人 红家定然要与他不死不休 这在硝烟准备去将红利也杀了的时候 一旁与第妖魁对战的沈云也被打出了血 再接着打下去 沈云很有可能会被第妖魁活生生打死 所以在发现红家并没有解决硝烟 反而损失惨重后 沈云怒吼着让红利快将红家老祖红天笑叫出来 红利告诉硝烟敢杀他红家的人 别想安稳离开 嘴饮饭够了 红利才拿出一枚血色玉片狠狠捏碎 玉片刚刚捏碎 硝烟就带着重齿狠狠拍在了红利的身体上 红利被拍飞 寒齿悄悄的传音让硝烟快走 红家老祖红天笑马上就要赶过来了 他的实力比沈云还要强一些 硝烟准备收回第妖魁离开时 红天笑暴怒的声音在天北城上响起 硝烟自知今日只能先行离去 毕竟小一先不在 天火尊者又陷入沉睡 光凭第妖魁和他自己很难拼过两名斗宗强者 但下方的沈云看出了硝烟的意图 开始拼命的纠缠第妖魁 不让硝烟将他收回 硝烟操控第妖魁攻击沈云时 寒痴传音告诉硝烟再不走着来不及了 但硝烟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被锁定 就算现在跑了也会被追上 硝烟将下方坑里还没死的红利吸到手中时 快赶到天使台的红天笑 威胁硝烟乖乖将红利放了 自己能让他死得痛快点 硝烟想要拖延时间 让第妖魁将沈云杀了 但红天笑却不给他机会 身形一闪朝着硝烟而来 硝烟望着红天笑 用尽全力将红利狠狠地甩了出去 随后大笑着告诉红天笑 自己在红利体内蕴藏了一股暗劲 他若是不追上去化解 红利必死无疑 红天笑放不下红利 转身便朝着红利被甩飞的方向而去 硝烟抓紧时间和第妖魁一起对付沈云 沈云本着打不过第妖魁 再加一个硝烟顿时被打得连连后退 第妖魁趁他后退的时候 抓住沈云的手掌 将他佩戴着纳戒的手指 直接斑断后助离开 硝烟将第妖魁收入纳戒时 发现红利体内什么也没有的红天笑 也朝着这边赶过来 硝烟煽动古意转身着走 下方的沈云双眼雪红 喷出一道带有雷光的金雪射向硝烟 这道金雪的速度 快到硝烟来不及躲 就射进了体内 硝烟中的是风雷格的雪雷印记 不管他跑到哪里 凭借印记风雷格都能找到硝烟 硝烟在沈云的诅咒中化为光影 消失在了天北城的上空 这在硝烟消失了十来秒之后 红天笑带着红利再次出现在天使台 硝烟在发现 沈云他们并没有立刻来追他之后 便在前方的山脉开了个山洞 准备将风雷格的雪雷印记去掉 硝烟拿出从沈云那抢来的纳戒 强行抹掉了他留下的灵魂印记 此时在天使台上疗伤的沈云 感受到自己纳戒的灵魂印记被迫 怒吼着说不杀硝烟势不为人 沈云已经传了消息去风雷北阁 不久后就会有强者赶来 而等他疗完伤 就会和红天笑一起动身 前去追杀硝烟 硝烟从沈云的纳戒中 找到了一卷风雷格的正格之宝 地界高级的三千雷幻生 三千雷幻生修炼到极致堪比天阶 而想要修炼三千雷幻生 首先要将三千雷动修炼到最高境界 这也是为什么沈云会紧追 身怀三千雷动的硝烟不放的原因 不过沈云手中的这一卷 三千雷幻生却只是整体的一部分 硝烟将三千雷幻生收好之后 便开始寻找自己体内的雪雷印记 雪雷印记在硝烟的体内隐藏得非常深 好在硝烟体内有着琉璃连心火 没多久他就成功地找到了雪雷印记 并将之炼化 硝烟炼炼完印记准备离开时 追随着印记 来到山脉外的沈云和红天笑就到了 但因为雪雷印记的消失 沈云也不确定硝烟的具体位置 不过这并不妨碍 他和红天笑让手下的人进入山脉搜寻硝烟 山洞中的硝烟 知道自己面对两位斗宗强者逃不到好 就在硝烟打算拼命的时候 沉睡已久的天火尊者苏醒了过来 有天火尊者的帮助 硝烟也不再躲避 而是直接现身对上沈云和红天笑 硝烟将地妖葵放出来 直向红天笑让地妖葵杀了她 而她自己则正面对上沈云 此时的沈云因为硝烟断了她一指 恨不得将硝烟大谢八块 她望着硝烟狠狠地说 自己会将她的十根手指全部废掉 在沈云看来 现在的硝烟就是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 自己则是戏耍老鼠的猫 不过显然这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 硝烟闭上眼睛 让天火尊者将自己的力量暂时借给她 随着天火尊者磅礴的灵魂力量涌入硝烟的体内 整个山脉似乎都在这股恐怖的气势下 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感受到硝烟的实力 一下子飙升到恐怖的七星 甚至八星斗踪 沈云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她怀疑硝烟使用了某种 不能持续太久的秘法 提升实力 在发现自己根本打不赢现在的硝烟后 沈云就想赶紧先逃 苟住自己的性命之后再来 不过沈云想跑 硝烟却不会将对自己恨之入骨的斗踪强者放虎归山 很快沈云就被硝烟一拳打得口吐鲜血 感受到硝烟的杀意 沈云用风雷格威胁硝烟 但硝烟清楚自己与风雷格之间已经不可能化解 所以下手丝毫不留情 杀招贫出 一旁和第二魁纠缠的红天笑见其事不对 毫不犹豫的带着红家的人撤退 让沈云一人面对实力飙升的硝烟 沈云知道硝烟不会放过自己 但又打不过他便决定自爆 斗踪强者的自爆产生的能量风暴 就算硝烟及时进行了空间封锁 也只能暂时避开 正在逃命中的红天笑感受到这股可怕的能量 心中隐隐后悔与硝烟为敌 山脉的另一处 韩雪连忙问被他拉来的韩家大长老韩非 硝烟的情况 韩非告诉韩雪 硝烟自然没事 但以红天笑的为人 回到天北城之后 一定会大肆宣扬硝烟击杀沈云的事 到时候 风雷北阁必定会派强者前来追杀硝烟 能量风暴消散之后 硝烟来到沈云自爆的巨坑附近 硝烟的手抚摸上一棵摇摇欲坠的枯树 随后一拳狠狠地将枯树打爆 枯树中一道虚幻的灵魂 仓皇地朝着天空飞去 这次灵魂就是自爆的沈云 原本她想要躲起来等硝烟离开再跑 但她的踪迹根本就逃不开硝烟的灵魂探查 看着硝烟面无表情地将沈云的灵魂捏爆 山峰上的韩非不由地称赞硝烟 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非常人也 硝烟出现在山峰上 说自己只是不想麻烦再度跟来罢了 看到硝烟韩雪十分开心 韩非则让硝烟小心风雷阁 最好是早点离开中州北域 在与韩雪两人分别之后 硝烟朝着山脉的另一侧飞去 找了个人气罕至的山峰准备服用黄吉丹 天火尊者告诉硝烟 自己已经恢复到了八星斗宗的实力 想要重回斗争级别 就需要一具与灵魂高度契合的躯体 天火尊者的实力越高 硝烟的安全感越足 所以对于她躯体的炼制 硝烟是十分上心的 天火尊者也保证 在将她躯体炼制好之前 会保硝烟无性命之忧 服用黄吉丹 可以让窦皇强者提升一到两星的实力 而硝烟在服用后 经过将近八天的修炼 成功晋升为九星窦皇 突破之后 硝烟便打算找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离开 暂时避避风头 硝烟飞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后 便乔装打扮了一下 前往城门口处 此时的城门口聚集了不少人 在听到通缉之类的声音后 硝烟不着痕迹地走上前 想要一探究竟 城墙上贴着一张 会有硝烟头像的通缉令 下方是风雷北格的徽章 身边的群众议论纷纷 说风雷北格不仅发了通缉令 还将寒家的人软禁了起来 想要逼硝烟出面 硝烟没有想到 风雷北格会做出这般卑鄙的事 还大肆散播消息 生怕他不知道 现在的天北城 肯定早已被风雷北格的强者占据 就等着硝烟现身将他一举抓获 硝烟并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虽然知道 现在的天北城就是个龙潭虎穴 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更何况硝烟认为这件事是因他而起 他无法袖手旁观 也是因为硝烟的这种人格魅力 身边才会汇聚那么多的伙伴和强者 天火尊者更是觉得硝烟非常对他的胃口 向硝烟保证 只要不是遇到斗宗巅峰的强者 一定保他无事 此时的天北城中 因为风雷北格强者的到来 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风雷北格将整个寒家囚禁在庄园之中 对于风雷北格的行为 寒家唯一的斗宗强者 寒飞也站出来抵抗了 但他的实力只能与风雷北格的一名长老抗衡 而这次 风雷北格来的是三位长老 不过虽然寒飞没打赢 却也让风雷北格只封锁了庄园 并未闯进去 被囚禁的寒家人也很清楚 风雷北格是想要将硝烟逼出来 而寒家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 大多都不认为硝烟会因此现身 不仅寒家在猜测硝烟是否会出现 整个天北城 甚至附近听到风声的城市也都在猜测 七天转讯即逝 硝烟还未出现 这让寒雪心中的信心动摇了起来 对硝烟有点失望 但他也知道 风雷北格来的三个长老实力很强 所以他私心既希望硝烟来 又希望他不来 寒月打趣寒雪 让他放心 他心目中的王子 会带着他那漂亮的古艺来到天北城 将风雷北格的那些混蛋全都打得屁滚尿流 而他们的话音刚落 一道雷声就在天北城的上空响起 随着一股磅礴的气势袭来 硝烟眨眼间就出现在了天北城的上空 硝烟现身之后 天北城的天空也逐渐被乌云笼罩 下起了磅礴大雨 在将风雷北格派来的十几名斗王强者随手解决后 硝烟让风雷北格的三位长老直接出手 不用再派一些下兵蟹将 望着那踏空而来的三位长老 硝烟嘲讽风雷北格还真是看得起他 这三位便是风雷北格的风雷殿长老 都是五星斗宗的实力 其中雷长老的实力更是达到了五星斗宗巅峰的层次 对于杀害沈云的硝烟 风雷格的长老在抓住他之后会将他的斗器废掉 永久囚禁在北雷塔下 以此来警告世人风雷格的人动不得 不过硝烟不是他们想抓就能抓得到的 斗器更不是他们想废住废 硝烟放出地妖魁后 再次让天火尊者的灵魂之力进入他的体内 不过在雷长老看来 这种实力并不能在他们的手中逃走 毕竟他们还可以吩咐红天孝缠住地妖魁 红天孝出现后 雷长老警告想要出手的韩非 若敢插手 韩家避讳 韩非挣扎间 硝烟也说这是他与风雷格之间的事 让他不要插手 韩非朝着硝烟郑重地醒了一礼 说结识他是韩家之信 随后便带着满腔的怒火回到韩家 这次囚禁韩家的事 雷长老等人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对风雷格的负面影响很大 为了挽回一些风雷格的民生 雷长老当众表示 今日不管谁胜谁负 韩家都与此事再无关系 随后雷长老下令 让北格的天罡堂解九天雷狱阵 九天雷狱阵是风雷北格的护阁大阵 由风雷殿三位长老做阵演 23位斗皇强者 以及46位斗王强者所结 若是硝烟能够突破九天雷狱阵 必定会民阵中州北域 无数道雷霆将硝烟周身百丈之内的空间尽数包裹 硝烟凝聚出一头巨大的火狼 和雷长老短暂交手之后 天火尊者让他速战速决 风雷北格的长老有阵法支持 可以源源不断地施展雷弓 但他的灵魂力量却不能在硝烟的体内待太久 在天火尊者的提醒下 硝烟手指倾点额头上的火印 三种一火漂浮在硝烟的身前 陡然凝聚 风雷北格的三位长老看到硝烟面前的三种一火 顿感不妙 三人迅速截起手印 随着手印的急速变化 他们头顶的雷柱越来越强 天空上的雷云中 一股极为狂暴的能量迅速成形 而风雷殿三位长老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硝烟如今的实力融合三种一火并不困难 短短几分钟 一个脸盆大小的三色火莲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上 天火尊者让硝烟将火莲丢向雷云 那里才是大阵的阵眼 只要那里一破 风雷殿三人便会立刻重伤 节阵的人也会受到反噬 硝烟手掌一动 将三色火莲送向天空中翻涌的雷云 风雷殿三人见到硝烟的举动脸色一变 狠狠咬住舌尖 同时喷出三口金血 大喊九天雷狱 雷神之怒 随着三人的动作 一个由雷殿凝成的雷殿之拳 破开雷云朝着下方轰去 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下 雷电巨拳与渺小的火莲碰然相撞 这一撞天地寂静 三色火莲在与雷电巨拳的碰撞中 占据了上风 雷电巨拳迅速变得暗淡 最终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裂成无数银色光点 三色火莲虽然也暗淡了一点 但却并未散去 依旧朝着天空上的雷云而去 雷长老急忙掐动手印 想要拦住三色火莲却毫无作用 眼看火莲一头冲进雷云中 但风雷北格的人还来不及反应 雷云坐在火莲的冲击下裂开 雷云被毁 风雷电三位长老和北格的强者 全都遭到了反噬 顿时兔雪声接连不断地在天北城上空响起 雷长老见识不对下令撤退 但硝烟费尽全力和他们大战一场 自然不会空手而回 硝烟将灵魂之力抱涌而出 狠狠压在风雷电三位长老身上 本周受伤的三位长老在受重创 直接被击飞 而在他们被击退的时候 手指上的纳戒自动脱落飞向硝烟 眼看纳戒被夺 风长老顿时大怒想要追回 却被雷长老拦住 望着逃跑的风雷电三人 硝烟知道自己可以打败他们 但想要杀了这项牛皮糖一样粘在一起的三人 却要付出残烈的代价 硝烟没有追击他们 而是将纳戒中的灵魂印记抹掉 搜出三卷三千雷换身 收入自己的纳戒中 收好之后 硝烟便看向与低妖魁纠缠的红天笑 风雷电三人今日杀不了 但硝烟绝对不会再放过红天笑 而在风雷电三人逃跑的时候 红天笑的脸色就变得十分苍白 他终于知道自己惹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 为了保全自己 红天笑连忙向硝烟求饶 并表示可以赔偿他的损失 不过他的心里 却是想要等硝烟虚弱之时将他击杀 硝烟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利索地杀了红天笑 还将他的灵魂强行扯出 硝烟仗着现在的灵魂之力 比红天笑强横 直接攻击红天笑的灵魂 将他的神智打伞并抹除 封存了起来 这一战硝烟不仅收获了 三千雷换身的三个卷轴 还有红天笑这具五星斗宗的灵魂 以及躯体 若是能再弄到一枚气阶磨合 便能够再练之一具傀儡 这一战也让曾经显赫天北城的红家 直接衰败 将红天笑解决后 硝烟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天空上 寒雪望着消失的硝烟 脸色一急就准备斗气化意追过去 刚刚消失的硝烟却出现在寒家 开打之前 风雷电三人就说 不管结局如何 这件事都与寒家没有关系 所以硝烟让他们不要对外说起她的存在 应该可以相安无事 寒雪知道今日一别 日后她和硝烟很难再有相见之日 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心上人 寒雪心里隐隐作痛 寒月上前拉住寒雪 向硝烟表达感谢 并说她的恩情寒家会铭记在心 日后若是有机会一定会回报 硝烟离开之后没多久 体内的力量就到终了 天火尊者让她找个地方赶紧疗伤 不然怕是会留下后遗症 还告诉硝烟 日后落飞关键时刻 还是少借用她的灵魂力量 这几日 每次硝烟施展了天火尊者的灵魂力量之后 体内就会遗留下她的灵魂残硬 灵魂残硬多了 会让硝烟的身体与灵魂产生抗拒性 到时候灵魂和肉体不能完美融合 硝烟哭都来不及 天火尊者的话把硝烟吓到了 她赶紧在山峰上开了个山洞疗伤 硝烟疗完伤后 坐在药老留给她的纳戒中 找到了一个去除灵魂残硬的单方 不过因为材料多少有些偏门 硝烟便决定日后多多打听 随后硝烟便拿出了 从风雷电长老手中抢到的三千雷幻生 硝烟发现 这四卷三千雷幻生 的确像是一个完整的版本 但她却始终无法得到所谓的修炼方法 就像是少了一把开启他们的钥匙一般 得不到钥匙就无法修炼三千雷幻生 硝烟无奈地将它放置在一旁 决定先找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 离开这片区域 来到了一座名为化古城的城市 这一路硝烟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飞 所以她决定先搞一份北域的地图 打听一下情报 再找找看有没有清魂丹需要的药材 硝烟买了地图之后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被老板叫住 老板见硝烟有点面生 问硝烟是不是为了天木山脉的天山雪坛而来 见硝烟愣住 老板就为硝烟科普了一下天山雪坛 天木山脉上的天山雪坛 在中州北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每三年山脉顶上的一座火山口上 就会出现天地能量潮汐 潮汐过后 火山口内的天山坛 就会被一种奇异的红色液体充斥 这就是天山雪坛 雪坛可以帮助一些斗黄巅峰的强者突破到斗宗层次 斗宗级别的强者进入 也可以起到洗髓法骨的效果 而天山雪坛只会存在五天 便会消失 下个月正好就是三年之期 每三年的这个时候 天木山脉都会被无数前来的人挤满 老板非常卖力的向硝烟推销天木山脉的地图 因为天山雪坛顶多只能够十个人使用 一旦硝烟去完了 就只能再等下一次的三年 天山雪坛的效果对硝烟来说简直就是诱惑 她现在急需突破斗宗 那样在单会上胜算才能更大 硝烟离开之后便找了个客栈 准备休整一夜 再动身前往天木山脉 另一天 硝烟在客栈的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想要打听一下消息 就在她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道银色身影走上二楼 银色身影上楼后 在众多的目光中走向硝烟 坐在了她的对面 硝烟正有点疑惑 自己并没有见过此人 天火尊者就突然提醒硝烟 要小心一些 此人实力极为恐怖 硝烟面上不动声色 微微一笑便准备离开 不想那人却说 你连风雷阁三位长老不下的九天雷遇卷都不怕 难道还据我不成 银色身影的男子就是风雷北阁的阁主 天雷子废天 他这次前来 是向硝烟讨要三千雷换身的 知道他的身份后 硝烟条件反射地举起玄中尺 对着飞天的脑袋一时劈下去 飞天手指轻点 一道璀璨的雷光撞击在中尺上 随后闪电般地对着硝烟的手轻视而去 硝烟的琉璃连星火自手臂而出 云奈到雷光撞击在一起 见自己这一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硝烟直接暴冲出窗户 修地一下就射到了城外 硝烟并没有急着去追硝烟 而是望着硝烟逃的方向说 小家伙你逃不掉的 飞天对硝烟身怀多种异火很感兴趣 尤其是他身上能够融合异火的功法 让他大开眼界 飞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八星斗踪了 以他的实力追上硝烟并不困难 而逃跑的硝烟心里很疑惑 飞天是怎么找到他的 毕竟他前段时间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赶路 并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 而画古城已经出了风雷阁的势力范围 但看飞天的表现说明他早就知道硝烟的方位 这在硝烟狂飞了十几分钟后 站在他前方山天上的飞天笑着说 老夫说过你跑不掉 飞天不仅要硝烟交出三千雷换身 还让他交出自己能够融合异火的功法 这两样都交出来 或许他才会放硝烟离开 焚绝是硝烟修炼的最大仪仗 想抢焚绝这相当于是抢他的命 飞天见硝烟脸色顿时阴沉也毫不在意 还说自己能模糊感应到他身上有一个强大的灵魂体 但可惜那仅仅只是个灵魂体 飞天的口气太大 天火尊者直接现身冷笑着说 自己若是实体的话 你还有胆在我面前出现 飞天仗着天火尊者只是灵魂体 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 天火尊者让硝烟先走 自己来拦住他 等摆脱飞天后再与硝烟会合 硝烟知道自己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当下就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 硝烟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后 他面前的空间突然扭曲起来 身形比先前淡了一些 明显经过一场大战的天火尊者出现 天火尊者让硝烟快走 以飞天的速度怕是很快就会追上来 硝烟刚准备跑 突然心头一动 觉得自己身上怕是有什么东西 能让飞天锁定他的位置 硝烟想了想 掏出最可能出问题的四卷三千雷换身 一咬牙将他们朝着四个方位暴射而出 才继续逃跑 硝烟逃走之后追过来的飞天 发现自己灵魂中的感应分裂成了四道 这一路他就是靠着三千雷换身中的特殊印记 来定位硝烟的踪迹 不过就算他要去追回三千雷换身 也不会让硝烟逃出自己的手心 很快疯狂逃命的硝烟 再次被突然出现的飞天拦住 但硝烟很快就发现 面前的并不是飞天本人 而是与飞天一模一样 但只拥有六星斗宗实力的三千雷换身 硝烟立刻让天火尊者杀了他 飞天的本尊肯定是追卷轴去了 若是等他的真身过来 他们就真的逃不掉了 这个硝烟明显不是天火尊者的对手 很快就落尽下风 而硝烟也发现 他的目的只是想要缠住他们 天火尊者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将蕴含着灵魂力量的一掌 狠狠地拍在飞天硝烟的后背 这一击让飞天的分身露出了被雷光包裹着有些虚幻的身体 硝烟在发现这个分身是灵魂凝聚而成的后 立刻让天火尊者将力量借给自己 天火尊者的灵魂融入硝烟的体内后 硝烟手掌一握 召唤出几条由陨落心炎化成的巨大火蟒 飞天的分身一见陨落心炎这个灵魂体的克星 当下就想跑 但实力大涨的硝烟又怎么会放过他 在陨落心炎化作的火蟒攻击之下 飞天的分身不堪一击 很快就碰烂爆裂 化为虚幻的光点飘散开 望着这些飘散的光点 硝烟突然一把抓住他们 光点内射出一股无形能量 刚落在硝烟手中 就化为一股信息钻入他的脑中 随着这些信息的进入 硝烟脑海中三千雷幻生难以破解的雷霆字体 很快就化作一副完整的修炼之法 硝烟没想到误打误撞之下 居然得到了开启三千雷幻生的钥匙 他忍不住仰天大笑 而后身形化为流光迅速消失 硝烟离开后没几分钟 一脸猙獰的费天出现在这片空间 不过这里已经彻底失去了硝烟的气息 费天气得跳脚 说下次见面必取硝烟的性命 硝烟在成功逃出费天的追杀后 终于松了口气 今天可以算是他进入中中后最危险的一次 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抛弃卷轴 恐怕很难逃脱费天的追杀 硝烟将地妖魁放出来守护在自己的周围 便开始仔细查看三千雷幻生的修炼之法 修炼三千雷幻生对灵魂的要求极其苛刻 分身必须在三千雷洞达到最高层次三千雷时 才有几率凝聚而出 成功凝聚出来的分身 在经过锤炼后分为本体三分之一实力的入微 三分之二实力的灯堂 已经与本体实力相当的大成三个级别 硝烟花了一夜的时间也依旧未能凝聚出分身 而距离天山雪坛开启的时间只剩一个月 硝烟便决定徒步穿过这片山脉 早日抵达目的地 这片山脉中有不少强大的魔兽 硝烟在赶入期间 因为一株珍稀的药材 与一位七阶的苍狼王发生了冲突 苍狼王的实力在斗中二星的层次 但打起来能与三星斗中媲美 而这种实力等级的苍狼王 正好是现如今的硝烟最需要的磨练对手 为了躲避苍狼王的攻击 也为了修炼三千雷换身 硝烟每次都会将三千雷洞施展到极致 这在硝烟又一次被苍狼王找到时 再次施展出三千雷洞的硝烟 发现自己竟然在无意中凝聚出了一道分身 看着面前的分身种子 硝烟眼眼中涌现一抹狂喜 开心的他也不打算和苍狼王继续打下去 而是施展出自己的骨翼准备离开 苍狼王在看到硝烟背后的骨翼 就像见鬼一样失声尖叫天皇妖斥 苍狼王的话让硝烟一愣 而后便问他自己背后骨翼的来源 天妖黄是魔兽界中属于食物链的顶层 成年的天妖黄大多处于七阶 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八阶 在斗气大陆上即便是丹塔这种势力 也对他们颇为客气 天妖黄身上的一切东西外界都十分难得到 就算得到了只要被天妖黄族发现 就会遭到他们的疯狂追杀 而在魔兽界中能与天妖黄族抗衡的 只有九幽地鸣蟒和太虚古龙 这两个种族也极其恐怖 尤其是太虚古龙一族 因为他们不仅能随意在空间中穿梭 还以强大的天妖黄为食 萧炎听到苍狼王对太虚古龙的形容 怀疑紫炎和太虚古龙一族有关 毕竟他的一些能力和太虚古龙一族非常相似 萧炎得到这些情报后 也很大方的抛出一枚无浆果给苍狼王 苍狼王得到无浆果十分开心 他告诉萧炎自己一定不会将今天的事说出去 他还提醒萧炎 最好别被天妖黄族发现他的古意 否则一定会被追杀的上天无门下地无路 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